好晚上九点三十六分 欢迎再度回到了节目现场 我是伟霆 我们这个三例群众财经节目 一直希望能够站在更高的位置 带大家一起在投资上面是有所成长的 其实上次专访了巴克莱的杨颖超 跟扎达的福明才之后呢 今天这个访问 我们约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呢 非常难得呢 专访到了瑞银的财富管理部的副总裁 曾庆瑞 来谈一下这后QE时代的投资数 到底应该要怎么来掌握这个经济趋势呢 一起来看看 大部分的这个机构 不管是在投资人来讲 最看好的这个经济是在美国方面 然后全世界都是呈现衰退 就在美国方面是看好的 就任意来看的话 在这一块呢 美国还是非常乐观吗 的确是 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对于整个美国经济跟股市来看 我们还是起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 那几个因素 当然一方面是所谓说美国的QE 虽然说市场上有在说 好像QE tapering这个事情 但是呢 我们会觉得说相对来看的话 这样影响不会太大 原因是说我们运步大概今年年底的时候 才会有所谓QE tapering的一个结束 那另外呢就是说可能 明年的年底 可能常会有所谓的这个 整个美国的QE的政策 慢慢结束的一个情形发生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不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对市场的影响很大 此外我们看到的 美国经济数据来讲的话 以目前的PMI ISM指数 美国大概是50.6 在几个重要的工业国家当中 是唯一在50以上的 那我们看到美国失业率 目前在是7.6左右 其实相对来看 在这个2009年高峰时候 曾经到达差不多10% 所以我们觉得美国的就业情况 也足以来改善 那此外呢 其实我们看到说 美国的这个非农业就业人数 也每个月快接近20万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相对来看 不论从美国的这个就业的情况 从美国的一些防御数据 跟美国的切换来看的话 我觉得美国是应该都相对不错 所以我们对于说整体上 在以开发国家来而言 我们非常看好美国市场 所以看多美国之下 可以说你们也看多美元吗 基本上我们是看好美元 其实如果我们再看 DXY的历史来看的话 它曾经最高是在1980年左右 那时候大概160 在2000年的时候 曾经到120 那之前曾经跌到大概80左右 所以你说这么高的一个修正幅度 几乎修正一半 那时候到达88 我觉得其实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时间 当然会稍微长一点点的 那这个要观察重点 就是在于说 美国的联准会 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要开始升息 那如果说 因为官方利益的调动 会比较缓慢一点点 反而大家要观察是 美国10年期贡材质率的变化 因为前阵子美国10年期贡材质率 到2.7左右 现在又回到2.5左右 所以如果10年期贡材质率 不断往上走 它其实告诉你 其实国际美金 它袭击能力非常非常强 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特别是外币资产的配置 好 除了包括美国 所以我们来看到是在日本 因为其实在礼拜天 才刚刚国会大选完毕之后 那其实大家现在对日本来讲 其实也是渐渐变得比较乐观了 有机会能够走出了黄金三年 我觉得日本其实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 我想过去十年 它才会换十字首相 这是造成日本的经济 另外一个造成停止不前的因素 那未来的一段三上据 似乎在为了三十年之内 日本不会有太大的选举 所以我想安倍晋三 它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执行力 而且它支持不论是上一院下一院 都获得绝对多数 所以在政策执行上来讲 我们会觉得它绝对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在 基本上来看日本的日国的走势 或者说日本的方向 我觉得其实安倍的三支舰 它慢慢在发生的骁勇 我觉得我们在观察当中 其实特别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以外 第三下我们觉得它一个结构的改革 对我们而言是一个中长期 非常非常值得观察的重要指标 那原因在于说 其实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国家 如果结构性不调整的话 你很难有一个长期的变化 现在看起来 我们觉得日本的市场来讲 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审视乐观 那有几个因素来看 第一其实在这一波日元贬值 大概从80到现在100的水准 那其实整个日本企业获利在近年来看 大概会平均会成了45% 那此外其实就是说 从日本股市目前它的一个本预并来看 其实大概只有差不多15左右 也不算太贵 因为在它历史的平均而言 这个平均是 对 平均大概是 过去大概10年当中 差不多是19 所以就是说其实 以目前它的PB ratio来看 只有1.1 美国还有1.3左右 所以其实日本股市 你要问我们来看 它并不是那么的贵 那只是说其实 对很多国外投资人来而言 它过去日本这种盘跟错误的 财阀的关系 大家其实不是那么有信心 再告诉大家一个数字 其实从去年大概下半年开始 国际的投资人对日本的市场 有很明显的改观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第二季为止 大概全球的外资法人 在日本这个市场 既买超大概是6兆日元 可是很有趣的是 日本国内的法人 跟日本这个本身的个人投资人 分别大家卖进卖超 他们是卖 一毛都没卖 卖了一个4兆 一个是1.2兆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外国人对日本 很有信心 反而是日本国内的投资人 对日本这个 好像说到底这个安倍进三 是会进三推二 还是持续往上走 所以大家还是反而有一些疑虑在 那我相信它在掌握 商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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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之后 它真实的推行 我们觉得会议 越来越扎实 那就是说 基本上来看 我们就看日元的汇率 如果说日元持续在100这个地方 比较大幅的升值 升值到95以上的话 我们觉得整个日本经济 跟日本企业的获利 应该会有明显的改善 这也是我们靠日本的很重要的因素 好 如果说安倍 它持续来保持量化宽松之下 在日元方面有没有range存在 我们大概预估 大概未来的12个月 我们预估会是到105 好 那其实就是说 现在来看100块左右 那其实如果 所以其实空间并不算太大 其实以货币来看 5个%其实算很大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说新台币 上下增幅有5个% 那就是1块多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 所以其实对已经贬值 大概有25%的日元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如果到105来讲的话 可能对日本的企业会更舒服 那相反的可能对韩国企业 它的压力就更大一点点 所以不论如何 就是目前看起来 我们必须说整个日本 它是一个往真面的方向去走 那我们也希望说 它的除了说它靠日元的贬值 让它本身的出口 能够增加之外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日本还是一个 非常非常强劲内需的市场 如果它内需能够提振的话 我觉得对于说 可能很多亚洲的国家 反而有更正面的注意 它那个内需的市场 反而能够抵消非常多 它因为出口 对亚洲国家造成一些竞争压力 所以在日本内需市场 要提振之下 当然是民众信心要回来 对不对 这个似乎最近大家比较不看好 是在GDP方面 实在没有办法能够拿出一个定调 昨天传出来说 李克强 他把这个底线是定在了7% 对不对 就等于说在2020年之前 中国大陆应该都保持了 7%的成长幅度 这点可以让你们稍微改观一下吗 那一个GDP这么大的国家 英尼还维持7% 我们必须说 你要想到那个 那个Bass 那个技术很大 7%也是不太容易 换句话说 其实如果说每年维持7% 我觉得对中国 他们可能现在最重要的考量是说 除了说经济成长之外 那因为可能要7% GDP的成长率 对于他的整个就业市场 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民格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因素 因为我们也非常清楚 大陆的这个成江场距非常非常大 所以其实对任何一个中国执政者 或者说你去翻中国所有的历史 通常来看 大家吃不饱没有工作 可能会有一些动乱发生 这个是所有的执政者不小心发现的 所以我想7%的GDP成长 虽然是说我想以低于 我想年初所有的投资影响大量的预期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科医节奏数字 特别是说如果说能够 维持在2020年之前 都能够维持70%的话 我觉得倒不会是一个台湾的数字 如果说这个有这个正通期之下 这个大陆股市会不会也有所谓的正通期 股市其实是经济出窗 那我想其实股市会有先进的反应 那其实我们比如说 以现在大陆股市来看 它的确不贵 我举个数字 比如说现在大陆GDP的这个PE ratio 大概只有9.5 9.6 PB可能只有1.1 更低 那股利率大概也有大概3% 其实如果纯粹从数字来看 它的确非常好看 可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对于说 特别是国际投资人 他们比较怀疑的是说 大陆本身这企业的透明度 我们常常听到非常多的一些 对中国大陆企业透明度的质疑 那特别是中国大陆金融类股 更大报告数字 上证指数它大概整个成本股当中 金融类股占了34%比重 那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我们对中国大陆 影子银行的情形 或者它一些放贷状况 搞不清楚 那对于西方的所谓的法人而言 他就是先退看再说 虽然你的表面上数字 非常非常好看 可是我不太确定 我宁愿这个违邦不拘 乱邦不入 我宁愿推出来看看 到底等你们弄清楚 我们再说 所以其实如果说从投资价值而言 它是好的 可是说现在我们觉得 它没有这个触媒 那它能够马上往上涨 所以除非说 你可以是一个 长期投资人 你可以去 你是长期投资人 你会放3.5年 不在乎它一个短期的震荡 那我觉得其实 它是可以值得注意的标的 但如果说它在短期间之内 它能很快有一个 强烈的反弹的话 我们觉得这方面 我们稍微比较深深来看待它 在人民币方面 因为其实在最近人民币的这个会价 因为之前都走升值 最近稍微是升值趋缓了 那其实昨天有访问到某位来宾 他直接去中国人行去参访 那他就有跟这个人行的人士 稍微聊一下天 他们说现在这个会价 6抵1 就是一个均衡的价格 代表说现在升值趋势 应该要渐缓了 就人民币会价 未来升值趋势 还是持续往下走吗 我们比如说大概这个地方 我同意大概这个地方6块钱上下 应该不会太有大不胜的因素 那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当中 我想可能特别去年年底 到今年年初 美国政府不断要求 好像是对特别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 就提到说可能中国政府 有所谓超通回家的问题 可是我们看到最近中国这种数据 其实非常不好 最新公布的他们的 这个汇丰的PMI 47.7 比市场运气48.2还低 那已经好几个月都是下滑 那它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 就是说其实中国汇率升到这个地方 对中国的出口已经有蛮大的影响 那伴随美国经济的复苏 其实我们觉得说大概这个地方 大概一个属于我们所谓一个 动态平衡 所以要人民币在这个地方 再大幅的升值 我觉得对中国本身的这个出口厂 或者中国政府来看的话 它都觉得有一个蛮大的压力 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 就是暂时稳住 我们也不觉得说未来 人民币有大幅的机会 台湾之前经济有可能是开高走低吗 我们还是目前到现在来看 我们是预估3% 但我们也非常清楚说 3%算比较高的吗 对 但我们也非常清楚 有很多的不同的机构 对于台湾的GDP 预估到2.3之间 那我觉得其实 因为最特别说 我想可能第二季出现了一些 比如说额外边 比如说我们看到说 这个欧洲的辅助情形 比大家来的差 我们也看到说 其实整个中国大陆经济成长 也比较放缓 那另外就其实可能一些 科技业的一些销售 我们看到说其实 我们必须说 比如说智慧性手机这一块 今年成长的力道 跟这个需要收数量 比年初大家预期差很多 所以你看出来 其实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因子 在台湾这个社会当中 造成我们好像觉得说 相对来看的话 经济成长不用那么好 那另外其实我们知道说 你越了关 你可能越容易消费 那前阵子有盖洛福一个调查 台湾的好像悲观指数是 后面数过来明年前 所以可能大家对消费力道上来讲 其实我们必须说 没有那么差 那只是说 每次媒体上的负面报道 稍微多了一点点 我们也希望说有些 大家有些正面的想法 我觉得或许会 它会对一些消费 会有一些比较正面提振 会比较好一些 那台北股市目前来看的话 你们认为说是相对便宜呢 还是说相对 我们投资银行的宝费 大概是就是8000点左右 对 8000点 8000点左右 其实这个地方 除非说后面有其他 卡丽丝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 个股轮动情况居多 那当然其实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未来 比如说整个国际的市场 变化环境 比如说美国 它的QE 负面的状况 市场是不是 因此就不会再担心它的状况 或者说中国大陆 的确在他们有 这个中国政府 有更强硬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措施 去保7.5的状况来看 或许对台湾股市 比较有正面的注意 那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我们的预估 投资银行预估 就是8000点 这个价位 所以8000点 现在大概8200 对 所以是相对悲观一些吗 没有 其实也不是相对 之前我们在期间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8000 所以现在台湾到8000点 也不是说我们悲观 那比如说其实就是 市场的变化因素很多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 有正面消息 我们会许是跟各位观众 做一个及时的报告 除了台湾股市投资人 非常关心之外 另外一块就在黄金这一块了 非常多人投资这一块 你刚刚认识说 在美元方面 应该还有机会 能够来往上走 是不代表说黄金 在瑞银方面 是的确还是不看好的 我们看的是比较谨慎 就是未来看 我们的黄金价格来讲 我们就还是有下修空间 当然最近黄金价格 有蛮强的反弹 大概已经谈到1320块左右 那主要来自于 我们叫做show cover 就是空头的回补 那这段期当中 大概空头已经回补了 1.475万个million的 盎司的一个部位 好 所以相对来看 这是造成这波黄金 有其他一个因素 但大方上来看 我们讲第一是说 我们看到说 其实美国量化宽充政策 不论是逐渐退场 或是即将结束 那所以意思就是 钱不会太多 第二我们看到说 美国通膨或全球通膨 其实都不高 所以大家没有黄金 并且需求 那第三其实就是说 当然我们知道 中国最近买黄金 买的是比较多一点点 但它完全被印度 它的一些购买黄金的限制 所抵消掉 那所以以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其实特别是说 如果大家注意到 在过去黄金 大幅上的很重要因素 有一个商品叫ETF 那黄金的ETF 它其实它很重要的 整个工作就是 购买实体黄金 那最近这个ETF 整体的数量来看 有大幅往下修正 所以换句话说 没有太多 市值黄金的需求 那这因素加起来 就让我们觉得说 黄金相对来看 我们看到会比较紧盛一点 那三个月我们看的价格是 1150 那12个月我们看到 1050块 那为什么看到 1050块这个价格 是因为这个地方是 我们大概有过 黄金的开采价格 所以其实大部分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1000块做 1050块是我们觉得说 未来12月我们的目标价 油价方面呢 100块的油价 其实我觉得 近期而言 应该还是在这个价格 我们不觉得会大幅的修正 所以其实可能 对于说投资人们来看的话 油价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 区间整理吧 我们也不觉得说 好像它会像过去 2007年这样 飙到151块 原因是说 毕竟我们老实讲 全球经济的复苏 还是在一个 慢慢的 的这个阶段 还不至于说 那么强劲的需求 因为如果看油价是一块 但是你看到 其他的重要的基本金属 它价格是非常非常低 换句话说 它可能就说 在原汇方面来看 有一个这样的需求 但是并不是 全面紧急上来讲 全然转好 如果全然转好的话 你就发现 铁啊 镍啊 铜啊 铝啊 铝啊 这家应该要大幅上演 但是我们又没有看到 这个现象 换句话说 可能就是一些资金 相对来看的话 在油价平均的时候 做一些拿台操作 但是基本需求 还是在的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油价并不会有个 大幅上的情形 最后是来谈到 资产配色的部分 因为其实在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就是你曾经有表示过 希望说能够把 部分债市的资金 转到了这个股市 这比例是六比四 现在还是保持 这样的这个分配吗 我觉得现在还是差不多 当然我们跟各位观众 所报告是说 这完全看见封建属性 有些人他就是非常非常怕 就是怕说这个 一个震荡他就会受不了 那有些人觉得 他没有关系 他可以承受 短期的波动 那如果说 我们讲一个 一般中性的投资人来看 你不是很积极 也不是非常保守 大概六四的比重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我们也比较期望说 因为其实我们 比如说债券市场 在今年来看 你要有 很不错的获利 不太容易 比如说以美国的 这个高水平债券来看 台湾投资人 非常非常热衷 这个高水平债券 他现在就是说 跟美国 神经济共产值率的利差 大概只有四百七八十点 不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字 那对我们来看 就是说可能像这样的商品 虽然它 我们必须说 以目前它违约率来看的话 只有两个百分比 不算太高 但就说其实你能够 如果说你要因为它利差 获解有资本利得的空间 也不会太大 大概是说一年来看 可能六到八百分比 是可能比较合的一个预期保存 那可是股票市场 我们觉得如果说 你选的好的一些标的物 或选的好的市场 那我们就相当来看的话 它可能就比较容易提供 比在这种市场 好一点的保存率的机会 好在刚刚在二十分钟的 装返里面呢 还是帮大家来整理一下 到底刚刚在以瑞营当中 对说所有的投资面 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建议 包括了在美股方面呢 现在瑞营还是非常的看好了 去看多了美股跟美元 而在日本 现在是安倍积极的立即之下呢 认识在长期来看的话 日本股市还是具有相对的吸引力 就是在中国股市方面 现在陆国 如果你要投资的话 只适合长期布局 长期投资人是OK的 但是在人民币大幅升值时代 似乎已经是过去了 有可能都还是在6.1的价位 来持续震荡 好 六事来看 包括了台北股市黄金跟原油 还有包括了资产配置 到底瑞营是怎么说的 在台北股市呢 目前受到了国际区间经济的影响呢 在指数空间还是相对有限哦 呈现了个股轮动比较居多 目标价还是来到了8000点呢 在黄金部分看得比较空 顶部是看到了开采成本 也就是1050美元每盎司的数字呢 还是看得比较空呢 因为他们看多了美元 反倒是看空了黄金 好 包括了在原油方面 现在还成像在百元附近的震荡整理 并没有下车的空间 但是也没有往上弹升的空间 这空间并不算太大的 好 最后在资产配置 在热营还是建议大家说 在股债呢 还是6比4相对是比较好的 股票可以放6成 在债券可以放4成 所以今天在热营当中最新的专访 提供大家来参考的 我是卫婷 感谢大家收看了 下礼拜一 三立球财经 我们再会了